前面是 if引导的这个句子 没有问题对不对 没有问题 而且他解释了 我们是谁呢 我们就是who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到这里都没有问题 他给我们跟给他 他是一样的礼物 就是一样的恩赐 好 下面就是这个句子的主要的部分 是问句 Who was I 我是谁呀 这个句子主要讲 我是谁呀 我是什么人呢 我是哪个人 能做什么事情呢 Do you think that I could oppose God 我是什么人来去想说 我可以跟上帝对着干 我能反对上帝吗 因为他们批评他嘛 他们批评他说 那这些人不对啊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心隔离 你怎么跟他们吃饭 你怎么跟他到人家家里去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就讲了一下他的这个意象 当时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 然后他说我能抗拒上帝吗 我来都是神的意思 所以说我是谁呀 我难道能够能够这样想 就是说我能这样想怎么样 Who was I 来去想 to think that I could oppose God 能够来抗上帝 我这一张是 Stand in 我看的是我手机上那个 有的时候不同版本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们这个画面 屏幕上是这个 对 因为我刚才那个 你们看别处吗 我就没法看 我就看我的手机上 不一样 是code oppose 我们用 oppose oppose是对立面 oppose 对没错 跟人家站在相对的一面 我刚才结果看我这个是 Stand in Stand 他就是Stand In God's Way 哇 这也差太远了 Stand in God's Way Who was I to think that I could stand in God's Way 对 OK 你了解 OK 好来 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你那个意思是这样说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OK 好 OK 所以他问的时候说 一样是前面是who Right Who was I 这个没有问题 没问题 to think to think to think that I that I could Stand In God's Way In God's Way 对 什么叫In God's Way 他站在路风间了吗 等一下 Stand in God's Way什么意思 他是 我理解他是站站在这个神的道上 路上 Stand in God's Way 意思是挡道的意思 我们中国人有个说法 你挡人踩路啊 你别挡我的道啊 你这样挡的我就走 走不过去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说他走在福音的正道上的意思 而是意思是说我能挡住上帝的道 就是我跟上帝对着干一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这里用oppose right oppose 我们是用oppose OK oppose God 我们是用oppose God 你那里是Stand in God's Way 这两个意思是完全一样 Stand in God's Way的意思 如果你讲OK 你要分清楚 两个事情 我们在圣经里面用说 Walk in God's Way 这就不一样了 Walk in God's Way 在主的正道上 对啦 这个就是跟主是一路 往路人 叫Walk in God's Way OK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OK 所以如果说 Stand in God's Way 就不一样了 你是挡了神的道 神就过不去了 你来阻拦神的道 叫Stand in God's Way 所以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oppose God 你来阻拦 阻挡神 你跟神对着干 反对神的意思 OK So Stand in God's Way 跟Walk in God's Way 是不一样的 两个事情 Very good Very good question 所以不同的 他们用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读的时候 要小心 不要读错了 Stand in God's Way 的意思是 Don't stand in my way 你别挡我的道 我这个要发财呢 All right 对不对 你别挡我的财路 Don't stand in my way 有没有 你先挡我的道 我这个要发财呢 你别挡我的道 阻拦我的财路 Right Don't stand in my way 你别挡我的道